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冬 你怎么又不看了 你说的要看大片的 我怕我妈来找我 也是 要是你妈上你姥姥家看你不在 肯定又得发火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走到你姥姥家 然后我再回去 行 你们两个不是保证了 不再见面吗 看我怎么去跟老师说 来了来了 小冬 爹 爹 爹 小冬来了没有 来了 爹 搞你个小冬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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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冯 你想气死我你 妈 你别护着他 你说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不让你跟周克敏在一起 你怎么不听我的 今天团式活动 你甭找客观理由 小冯 我敢提醒你 今天是我过生日 你要是敢呼来 我就一头撞死这儿 妈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护着他 妈 我去看电影的事 是不是你跟天忆说的 喊什么呀 就是一个团人活动 告诉他能怎么的 你那嘴怎么那么快呀 跟你说点事 你马上跟人说了 这都被你害死了 什么害死的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天忆说要是招务老师 你是不是把我害死 你就高兴了啊 以后我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你生气 我还生气呢 我下岗了 你天忆连问都没问一声 就问就问就问 以后没人管你了 你的事啊 我也不管了 是吗 是吗 手机号码找到了 你等一下啊 我记一下啊 好 好 谢谢你啊 董辉 喂 天方 我是刘大为 你把家里做机 手机号码都换了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这不是有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 我总可以关心一下 小冬的情况吧 我让你横 喂 喂 妈妈 坤明 你怎么了 你别哭啊 我发誓 我再也不理我妈了 那可不行 你要是这样的话 她会更恨我的 再说了 你妈去找老师 也是为了我们俩好 她不是怕影响我们高考吗 行了 别哭了 回家去吧 你先走吧 让你妈看见又要说我了 好 董事长回来了 还没到下班时候呢 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妈 能不能提高点素质啊 好好的书房 你不在那办公 你跑这儿来干吗 这儿不宽重吗 还能看见外边 心情舒着 立意创作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工作 回来应该表扬两句啊 见面就摔脸子 你跟天方打电话了 是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询问一下小冬高考的情况 谁向我保证 绝不再跟天方联系啊 你误会了我真的就是问了小冬的情况 你跟天方联系就是不行 谁呀嘴这么快 你母亲患的是突发性老血栓 他以前血压高吗 是 他常见血压高 就靠药维持着 你们大意了 常见的高血压啊 是导致你母亲这次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 情况非常严重 妈 妈 他 您是说大违吧 他出差了 他正在往回赶呢 他赶回来看您 小 小冬在高考呢 等他考完了 他肯定来看您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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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他 不逼他 真的不逼他 您别操心了 刘大违 天方 有个事啊 求你 让咱事先说好了 能成就成不能成就算 老太太病了 想见你想你了 你让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好吗 谁啊 天方 让我回城想一趟 干什么去 他说他母亲病了 老太太想见我一面 天方他妈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没关系去干嘛 从道义上说总应该去一趟吧 我和天方毕竟生活了二十年 老太太想见我 总要见最后一面吧 不许去 其实我去城祥 也不光是看小冬的姥姥 小冬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这个做父亲的总要关心一下吧 是吧 那我去了啊 我不去了 老公 你说你去看儿子 是 我理解 过段时间我陪你一块去好吗 天方他妈 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丈母娘了 我觉得他找借口 你想想 你现在去他那儿 我什么感觉 我不是说了吗 不去了 不去了 天脸 是我 妈现在病情怎么样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简直是胡闹 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来 喂 哪位 刘大伟 我妈可又报病危了 我这是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 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绝情 有本事 你这辈子就别见你儿子 喂 毛铃 小冬的姥姥把病危了 我要回去的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这件事咱们俩不都是谈得很明白吗 人之将此其言也善 排除我和天方一切关系 一个一直把我当做儿子的人 临死之前想见我一面 我却无动于衷 我成什么人了 况且我真的想儿子了 我连续两天做梦都梦那小冬了 我真怕小冬出什么事 我即便是有一千个理由不去 我也不能安心工作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俩去程翔 姐 我觉得 妈根本就不会相信 刘大伟出来回不来 不相信我怎么办 像只能骗她呀 那你在这儿等刘大伟吧 我先进去了 我一定等得来呢 嗯 天方 刘大伟 你还真算有良心 我可跟你说啊 我可没跟老太太说咱们离婚了 我只是说 你到新疆去出差了 千万不能跟她露啊 别露草那么多了 妈到底怎么样啊 叫得过亲子了 你怎么来了 你们是跟何博呀 还是中央情报局呢你们是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我要是不来 怎么能听到你叫妈呢 你们走吧 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天方 你可是你打电话 叫刘大伟来的 你怎么不能辜负 我们那一片好心呢 是不是 我没工夫给你们吵架 妈 真的我求求你们走吧 我既然来了 你怎么哭了 天灵 快去叫姐 我求求你们了 行不行啊 我妈在里头抢救呢 刘大伟 不错了 真的不错了 我不该呀 妈您怎么了妈 叫你们走吧 姐 走吧 妈好像都听见了 叫你们吧 妈 妈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妈 我来看你了 我来看你了 妈 妈 您别操心了 您好好养病啊 妈 我不能辜负 妈的意思是说 我刚才的钱挺见了 不要让我不明不白走了 妈 我 我一直瞒着您 我 我跟大伟 早就离了 该来看看我 妈 都怪我 这个家伙没关好 真的都怪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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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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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妈 妈 妈 莹芳 莹芳 姐 妈的护事 妈的护事是不是让晓冬也负费 不行 绝对不行 他现在在考试啊 考试要紧 不行就以后再跟他解释吧 高考是第一位的 要不然 解的全部清晰可就白费了 来了 东啊 爸回来了 你好 小东 是特意来看你的 爸 这是谁啊 我 我跟你爸爸现在是夫妻了 你怎么跟小东说这个呀 他不知道田方不让说 早晚不是要说呀 再说了 他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无所谓 没事 那你先走 我跟他说说 快点 等你啊 等我 别买一把 爸这么做 也是没办法 我有苦衷 我绝不是贪图享受 我是实在忍受不了你妈对我的态度 我真的忍受不下去 就拿对你的教育来说吧 爸爸从来都是反对 你妈对你的做法 我希望他多给你一些自由 给你一些宽松的时间 可是管用吗 我说了什么都不算呢 希望你能理解我 好 刘大伟 我们该走了啊 你先下去吧 我马上就来啊 好 小董 爸爸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我也知道 由于我的行为 给你造成了担心家庭的痛苦 希望你能理解我 原谅我 好 爸 我想你在这里陪我两天 行 不管有什么事 今天我也不走了 我先找个宾馆住去 明天我陪你好不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刚才的一路上 我满脑子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跟天方那张照片 明天我过去就给摘下来 光摘了就行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说怎么办呢 烧了 烧了 对 行 就照你的办 明天我拿回来 当着你的面给烧了 可是有一点 不能让我冬知道 他马上要高考了 这是头等大事 我和天方离婚的事情 已经对他刺激挺大的了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执你儿子高考 我女儿就不考了 我扔下女儿不管来陪着你 你自己掂量掂量 来 来 冬 来 莫莉 晓冬来啦 晓冬来了 快坐 晓冬 冬 你叫孟阿姨 快坐 你这孩子怎么样被他妈管的呀 有点自闭症 不爱说话 没关系 我不介意 给晓冬倒上 晓风啊 今天阿姨是特意请你吃饭 这菜都是为你点的 你想吃什么就尽管吃 如果觉得这个不好吃 阿姨再给你点 就别拘束好不好 你妈阿姨啊有个女儿 叫汪琪 给你一边点 生日比你小 今年也参加高考 正在加复训功课 高考这东西啊 千万考试前不要紧张 只要把平时学得牢牢记住 就足够了 今天你什么都不想 好 就是放松 多吃 来 真的吗 来 阿姨啊 吃这个鱼 这个鱼鲜的有味道 对 都拿去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来 吃这个都 别介意啊 可能是因为你老了下葬了 你老了下葬了 我本就是我 你老了 我这个人 决定 早 你真可儿 好 好 然后 我 我 都 不要 你 你 每時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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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怎么了 老老死了 你说什么呢 我爸妈也离婚了 小豆 你咋胡说什么呢 你别哭了 你到底怎么了 就你这个找法 你就找到明天天黑你也找不到啊 能去哪儿呢 要我说呀 怪就怪田芳 你都不知道小冬怎么对她 你十年寒传苦毒 不就是为了这几天吗 你妈妈不告诉你 也在情理之中 你别怪她了 好了 别上心了 她们都在等我们呢 我们回去吧 妈 这个小鬼 气死我了 你是你跑哪儿去 你上哪儿去了小冬 你上哪儿去了你 你跟我说 闹下去去 康敏 你过来 在哪儿找着她呀 在哪儿 就在楼下花园里 花园 花园怎么能找出她呢 你说这么半天 谁呀 刘叔叔 小冬过来没有 你干什么来了 我看人家呀 你不用看 你不用看 你出去 不用你看 最起码应该有点礼貌 我告诉你 你走不走 你要不走我就报警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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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丢人泄眼了 快走 快走 走 你们什么事 怎么这样 天方 没有你这样的啊 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呢 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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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点东西 我出去看看 行 坐吧 小冬 姥姥去世 妈妈没有告诉你 是有原因的 妈妈不是没有感情的人 妈妈也知道 妈妈也知道 你从小跟着姥姥长大 姥姥疼你 有好吃的留给你吃 有好穿的留给你穿 可是 可是妈妈不是为你着想吗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说 妈妈因为姥姥去世 把你高考给耽误了 那是你一辈子的事 行了 你能理解妈妈 就行 行了 妈给你做饭 我 你不行 我跟你说啊 这不许抽烟 凭什么人呢 抽烟影响智力 我要是高考考不上 就是因为吸你的二手烟 过分了吧 别没事跟我动门子 这话你可说对了 我要是考不上呢 我就 拉你电杯 跟我儿子别这么说 按智商讲 你就是个弱智 或者说是个叮叮儿之类的 如果按功能来讲 如果小东西两兆内存 你充气量就是个二百五十六K 妈妈 你看 你看看 我 大伟 你都怕是不过分了 是我过分还是还没事找事啊 汪琪是有不对的地方 你也没有必要拿你儿子跟汪琪比啊 我实事求是 我们家小东在全天级数一数二的 汪琪在班里是到处第一第二的 考不上大学她拉我做电背的 你呀 你好好管就管她你女儿吧 刘大卫 你想你儿子 没有必要拿我女儿出去啊 什么事该有个度吧 什么度啊 你多大岁数了 跟孩子过不去啊 她是孩子吗 在你面前永远是孩子啊 这是我听到的 我要听不到呢 我要听不到 永远是汪琪欺负你了 你我这 打打指劲的打 打是亲骂是爱 不打不骂是祸害 不打不骂是祸害 我认为我们不知道 我听到没有事 我听到的 是什么呢 我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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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那儿偷出来的是吧 我上次就已经收走了 你怎么就得偷出来了 你看我不好的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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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婚报告分数这就下来 就天方不接电话 别急 我不是也在等汪琪吗 你这到时候自然会有了 汪琪 分数下来了吧 我看看 多少分 这就是你交给我的分数 这就是你一直让我等的分数 这 成绩有什么用啊 反正 反正我也无所谓 你不是说了吗 要出国留学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出国留学成绩要过得去啊 多少分 多少分说出来叫人笑话 看来我平时给你钱是多了 以后一分钱也不能给你 你什么事 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样好了 来 我看看 晓东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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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急救中心 我是试玻璃厂家属宿舍 小冬 简直胡闹 坏了 出事了 大夫 怎么样 基本可以确诊 你儿子得的是抑郁症 天方啊 这个时候你可得挺住啊 天方 天方 我替你在这儿 你回去睡一觉吧 你回去吧 好大闷啊 怎么回事啊 不好了 你儿子小冬高考落榜了 得抑郁症了 现在在医院里 前方也急死了 你快过来吧 好 别着急 我现在正回城下的路上呢 好好好 天方 天方 你可醒了 天方 小冬 你别急 我跟你说 我找了好几个房间 也没看见小冬啊 我找小冬 行吗 行 你慢点 大为 人呢 这去哪儿了啊 这去哪儿了啊 大为 你去哪儿了啊 什么 小冬得了抑郁症 住院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天赐良机啊 什么意思 让刘大为要回儿子的监护权啊 提起监护权的事 我反倒犹豫了 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 汪琦会不会承受得了 那你就不怕刘大为 成天的往城墙跑啦 问题就在这儿啊 你不是常跟我讲吗 两害相遇 娶其轻 是这 不是 大为来了 大为 小冬的 小冬在哪儿啊 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们找了这么半天 也没有啊 小冬去哪儿了 你说呀 我们把医院都找遍了 也没找到小冬 天方 不是我说你啊 好端端一儿子 全回到你手里了 你说天方干什么呀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呀 我怎么了 你 我千叮叮万嘱咐跟他说呀 叫他别把小冬管得那么严 别管得那么严 他听吗 他不听啊 我行我素 天下就剩下你自己了吧 儿子高考落榜 现在又得了病 这责任是不是全在你身上 你说 行了 我觉得现在应该赶紧去找小冬 是啊找去呀 上哪儿啊 回家 回家找去 对 快走回家了 来 快点 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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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妈 可敏 可敏啊 可敏你知不知道小冬 到底去哪儿了 她不在医院吗 在医院问你干什么呀 我知道她在哪儿 她没拿家里钥匙 她在那儿楼顶着 楼顶着 老ienie 小冬 topl 屈指 要 看看 屟育 穀 保着